时节进入冬天 国人习惯食补 而这当中又以羊肉炉或者是火锅为首选 而生产羊肉的彰化县 县府预定12月3号这一天 要在舍头香果菜市场 举办2017羊肉节 即健康猪肉品尝活动 当天会备有多道美味的料理 让民众吃不怕 县长温明谷也邀请乡亲 一同到场来品尝 这个猪肉吃起来很软很甜 吃着热腾腾的挂包 是让民众直呼肉质好Q卵 接着看到桌上各式各样的羊肉炉 是让人口水流满地 这也是彰化县所盛产的羊肉与猪肉 屠宰的量大概在16000头左右 所以说我们彰化县肉品市场 在羊汁的产量跟屠宰 我们都是全国第一名的 在县政府积极结合再定农会 且于12月3日这天 在舍头香果菜市场 举办2017羊肉节 即健康猪肉品尝活动 当天会准备相当多的美味料理 来让民众免费吃 我们的羊肉卤的话 大概可以提供个五六千份 还有羊肉米糕 羊肉米糕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用最新鲜的羊肉 下去炊 一米 当一米是用台湾 还有我们台湾最好吃的台式的汉堡 我们是用我们彰化健康猪肉 把它处理好的台式的汉堡 希望能够大家想得很满意 很香味 先走 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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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要靠过羊肉节的基盤 大家来指定要来买新港的羊肉 去客户吃羊肉 所以在这里 放下我们这里的鄉亲时代 12月切山 大家小酒来去下头 吃羊肉 给你们吃粗肉吃不怕 现场除了有各式各样 利用在地羊肉与猪肉 所烹煮的料理以外 还有着主厨创意肉品料理大赛 将彰化县油凉肉品行销全台 更让参与民众大饱口福 记得林轩彰化县采访报导